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早7點多鐘左右 有人在葵聰和堂咀街85號葵和大廈的4樓屋頂 發現一名中年的女子赤裸上身 然後倒餓在屋頂之上 當時經過檢驗之後 發現這名女子已經死亡 死者倒餓的位置沒有發現大量血跡 而警察初步調查顯示 死者是大廈的租客 懷疑她受到抑鬱症的困擾 由大廈的高處墮樓身亡 案件沒有可疑 老實說案件沒有可疑 很多市民都不相信 紛紛到各大討論區和社交平台表示質疑 為什麼市民不相信你這個說法呢 首先來說 你是否應該公布你的判斷有沒有可疑的準則 你要向公眾交代 去釋除公眾的疑慮 到底你怎麼判斷呢 為什麼可以即日 即是頭一兩個小時 就已經確認得到 這件事是有可疑或者沒有可疑 如果你認為是沒有可疑的 你永遠沒有交代到原因出來的 你是不是需要向市民說 因為市民對這件事已經產生了一定的疑慮 你又要告訴市民 你判斷這件案件沒有可疑的原因是什麼 你從何而判斷呢 你調查的過程是怎樣 你有沒有向公眾交代 從來你都不說的 市民怎麼相信你 因為這些事情太離奇了 首先來說 你說一般跳樓的事件 那會怎樣 當然會有大攤血跡 因為從這麼高處墮下 這件事又沒有發現有大量血跡 已經是跟一般典型的事件很不吻合 為什麼會沒有大量血跡呢 當然會有人質疑 這件事未必會是墮樓的事件 或者那一名女人根本不是跳樓 而是故意被人放在這個屋頂上 那一定有人會這樣質疑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女子被發現的時候 就不是在她跌下去那一刻發現 其實沒有人知道她是否跌下去的 因為那個住客發現一名中年女子的時候 就已經在屋頂上倒餓了 就不是她跳下來 那一刻就發現得到 這些是靜音事件 實在是太多了 為什麼今年這麼多人是墮樓 你認為是墮樓呢 但是也是靜音的 不是跌下來那一刻發現的 老實說 有一定重量的東西 不要說人 就算是物件也好 從高處墮下跌下去 肯定是噴一聲 產生巨響 就會引來市民的好奇 就會去看 原來不是今早早才發現的 原來是 第三件事就是 到底為什麼今年這麼多這些墮樓 即是所謂自殺的案件 你現在說她是墮樓 老實說 已經是陳彥霖案已經很可疑 被發現的時候也是裸體 在海上 另一件事在旺角的燈打時街 又有一名裸體的男子 又是墮樓 這一件又是葵涌 有沒有人這麼多 一件半件 已經是第三件 是裸體墮樓 或者裸體自殺 你又說是沒有可疑 為什麼要脫下衣服 脫下鞋子去跳呢 什麼都沒有穿過赤裸 全身是 有沒有這麼奇怪啊 這件事你要釋除市民的疑慮 就是為什麼呢 你要公開交代 你認為是她沒有可疑 那客觀準則是什麼 是不是 你怎樣判斷 為什麼你的判斷 和市民的判斷的落差這麼大呢 可能你的判斷比較專業一點也不一定 那你就要向市民交代了 是不是 你要釋除公眾的疑慮 那我就不是說要指控哪一個 在這件事件裡面是有可疑 因為我們的節目 一向都是秉持著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 是其是非其非 沒有那樣 我們就不會說那樣 當然 那些市民怎樣揣測 有他們的自由 是不是 但是你警察經常說要澄清澄清 你現在最佳的機會出來給你澄清 你要提供更多的資料 是不是 你怎樣來作出這個判斷 你調查的過程是怎樣 你那個判斷的準則是怎樣 你是完全不交代 當市民死 當市民臭死 那哪有人會相信你才行 好了 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也是關於警察的 就是他們有一份內部文件 疑似 因為其實都很真確 就是在連登討論區 流出了出來 到底這份文件是說什麼 它有十幾頁 那些字是密密麻麻 原來警務署鄧炳強大署長 上個月尾在警察總部 舉行了一個所謂的講座 就和超過四百名的警察 所謂的交流 這份內部文件 懷疑是記錄了當日講座的內容 這份內部文件已經提及到什麼呢 包括他們那些諸多不合理的要求 我選一些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他們說 就是要爭取提升福利 但是建議 將行必制度 改為一個stand by 即是後命的制度 哇 你們這些人真的發達了 又想出糧 又想不做 行必來講 其實就是代表你巡邏 在社區那裡 你警察自己的管理層 都是要實踐高姿態的巡邏 來維持治安 你現在必都不走 變成怎樣 想變成後命 後命 即是在警署那裡坐 還是怎樣 你說清楚 當然這個建議 是未被接納的 但是他們有這樣的要求 就已經很奇怪了 是不是 必都不想走 就這樣坐在警署那裡後命 當自己是什麼兇者 兇兇 真是不知所謂 你現在根本上的治安 就已經有問題了 是不是 在旺角那裡 竟然有人打劫標行 到現在都沒有抓到人 到現在都沒有破案 反而你就是 撥撥大量的人手 埋伏那些年輕人 就是抓那些示威者 就是抓那些學生 你最厲害做這些無謂的事情 真正有挑戰性 真正要維持治安 真正要隨暴安良 真正要保障市民 性命財產安全 你那些又不去做 是不是 一味就只懂得不務正業 抓那些示威者 抓那些年輕人 抓那些學生 就按住人家的頭 起勢地打 做這些無謂的事情 麻煩你了 做警察 你就做一些正經事幹 而且他們又提到第二件事 就說他們沒有責任出席的 那些和維持治安無關 和無理針對警方的會議 很明顯說什麼會議 庫之欲出 就是下年開始的區議會會議 因為那些民主派 一早說明 會傳召你那些人去問話 傳召你那些指揮官去 去信問一下你 那你現在就先說 先說 先預告先 有些會議是沒有責任出席的 那你到時可以大無私樣地跟人說 你的區議會會議是針對警方 那我不去那你也可以 這些就是你們的賴貓賴皮之處 因為那些區議會被泛民大比數勝出 你就是想著不去 你只是去離島區的會議 他們還說要求什麼 要優化教育津貼 我看得很奇怪 你們這些警察不是說要在大灣區 就讀地安排子女 還用什麼教育津貼 這麼便宜的消費 這樣也要津貼你嗎 真的 然後還說要研究如何增加武器的類別 即是你現時用這麼多種武器也不夠嗎 由橡膠子彈 布袋彈 催淚彈 胡椒球彈 這麼多東西也不夠嗎 請問你還想玩什麼 還要研究這些東西 多餘吧 真槍實彈你也用了 已經不需要再增加了 立法會不要批准了 這些都告訴你 水炮車的時候已經批准了 買的都是傻的 簡直是 所有凡親針對市民使用的武器 一點都不准買 告訴你 否則是市民遭殃 這次過去的半年已經顯示得非常清楚了 過去的那麼多的投票 已經不以往之不間 你就知來者之可追 麻煩你那些代議士 全部要 民主派那些 一定全部反對 對不對 不要愚蠢蠢 真是贊成 投了白痴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 關於李家超大局長 今天又走出來說話 人家問他關於港珠澳大橋的事情 有個人懷疑被送中 接著李家超大局長 他見傳媒的時候就說到 港珠澳大橋涉及三地的屬地法律 他說 任何人選擇到另一個地方 都要考慮實際環境 作為常識一部分去理解清楚 喂 李大局長不是吧 誰會知道 乘搭金巴去澳門 中途會有個安檢站 然後就是在這個安檢站當中 送中 如果那個人 愚蠢蠢 走到深圳被送中 那沒有話可說 他只是乘搭巴士去澳門 他沒有意圖進入中國境內 但是在這個人工島那裡 被珠海市公安局檢查站 是捉了 那怎麼會是這些是常識的一部分 就是你告訴市民 所有不合理的東西都是常識的一部分 你是不是這樣解釋 如果你不是這樣解釋 你不應該說這句話 你大局長 對不對 他選擇去另一個地方 他選擇去澳門 去澳門很簡單 如果進不了境 他就發張指 告訴你 是違反內部保安干擾法 就遣返你 那不會送中的 現在這個市民正正在乘車期間 半路中途 在安檢站那裡被送中 這個不是常識一部分 李局長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都不會理解到 會有一種這樣的安排 而且是會被送中 如果會的話 那些人是不敢坐 你竟然說是常識的一部分 這些不是常識的一部分 要不你特區政府 就賣廣告說清楚 不要只是愛比暴力強 要與暴力割蓆 你講一下這些 講一下坐廣珠澳大橋 金巴是不是會被送中 講這些好過 一定沒什麼 真的太多 這些叫常識一部分 你最好收爹 不要說話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